各位專家,各位黎明朋友,大家好 這個國務術團,看來今天是走過場 那今天是我們大部分要在地底下挖 只有暫停的部分會淋挖 所以我中心期盼說,我們就乖乖在地底下挖 站體上的損失,在挖站體的時候能夠盡速快一點 然後對於周邊的居民的生活影響會降低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這一條捷運線 剛剛很多朋友講到,為什麼臨時會說沒有就沒有 當時廣執說要開發的時候,要不是到象山站 他要到廣執,後來說地城破碎不能蓋 現在為了廣執又要開發,然後他這個站又變東元段又火急 其實以當地居民的利益著想 這一條應該要挖進去南港國宅 這個專業考量就應該要這樣子做 但是政治上只有有利益沒良心 常常講的都是各自的想法 那這個真正來講,這個應該是要挖到這個南港國宅去 因為南港國宅他現在出入的動線都在我們福德街上面 所以未來你挖下去一定大家會很精彩 這個整個交通動線一定會大打結 那所以我期盼,我們在挖的時候地面上 趕快給他速在速決,速決掉 盡量讓這裡的交通衝擊 人民的生活能夠比較安定,降到最低 好不好,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請蔡理長 沒有,蔡理長 蔡理長 不好意思,麥克風,麥克風傳一下 我以為 喂,那個 今天來聽也有很多住戶或店家沒有來參加 那當然說網路 那是不是剛才有對著那個一般的交通的影響 到底是先,現在已經確定要先在藍車施工了 那再來檢測 那這種比較黑暗其實是這三年 那是不是剛才主任有提到那個 那個宣導的那個折業 是不是很簡短的 就是交通啊,或垃圾車啊,公車站啊 是不是沿路的兩旁或是都會先導的那個折業 是不是廣為先把他投入他的信箱裡面 或是個裡的里長也換一個一個數量 不然因為很多人不曉得 這個 這一點 請你們幫忙 沒有問題 這個百分之百可以 我在想今天的這些相關的 尤其交尾這一塊其實影響大概第一個 交尾啦 因為我中間這個道路機挖 就是交尾這一塊其實是一個 然後我在想我們會再做一個最簡單的這個資料 然後我也希望除了延護頭地以外 一定要求延護頭地 我們延護頭地 然後在里長裡面也發了一些資料 那我剛才想到啦 就是說今天我們這個 今天大家我們相信的這些意見 我會說我們會仔細的一些達戶 那達戶當然有一些會滿意 有一些不滿意 但是最少我一定會達戶 那達戶完可能 我也不曉得是怎麼方式的 那我都在想到說 未來可能會放在剛才有一些網站 對不對 那我會放在我們的網站 那大家這個鄉親啊 小孩都很厲害 就信到我們的網站吧 今天因為我可能很難受 每一個人都答覆你嘛 就是每一個人都送給你 今天如果說這個就比較單純 但是我會把它放在相關的資訊網站裡面 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一天我去參加那幾個問題 我們鄉親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的主管主管怎麼要答覆 那有一些不是我 就是大家不是所關心的 拜託 如果我沒有答案了 讓你滿意啦 包括是不是會到0201啦 這個有時候 可能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健康 好不好 剛才登記犯人還有姜亦平 姜小姐 來那個 麥公一下好不好 先講 剛剛我的問題其實 沒有小姐已經幫我講了 可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沒有聽不清楚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些施工的時候 也許我們的房子有一些歸裂 但是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有一些歸裂 你有一些重點看不出來 就像你可能要用S光 你才知道 你怎麼不折了 是不是怎麼樣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可能是 在這六年當中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但是它就是 那 可是 幾年後 有一個地震來了 可能它就 它就 擴大了 那這時候 我們有可能得到 怎麼樣的一個 回應嗎 怎麼樣的一個補償 對我們的住家的安全 謝謝 謝謝 這裡我剛才在講 我真的想到一個課題 其實最重要的時間 就是我聯繫病施工 的時候 可能會衍生 我的產生的 房子的歸類 或者是房子的傾斜 如果我今天 聯繫病做好啦 原則上剛才有講 其實我一支撐出來 原則上叫沒有問題 所以大概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剛才講的 就是說 這個 所以我剛才在 簡報網 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說今天 我們的 原線的住戶 剛才講 深度了兩倍 就是六十公尺 換了一面的房子 我們去做調查 那我期待的 我們所有的住戶 能夠讓我們 所謂的 它會 有一個 識別證啊 進去 讓我們去做調查 那我希望我們的住戶 能夠很清楚 去 這個 指示說 我這裡已經有問題了 如果說 這個 一米利 沒關係 哪一天變成兩米利 這就是一個證明 如果今天 有的人說 我都別說 我都別說 到時候再來回 我認為這樣 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你今天 我說這個有 是一米利 因為房子是你們在住 哪一天 有些問題 我希望能夠提出來 跟這個調查員 它一定馬上照相 這個都會有記錄 拿到很清楚表達 那我們希望說 剛才講的 是在聯繫病施工的過程中 這個是我們最危險的階段 那我希望在 剛才講的 那完了以後 是不是過程中 五六年在施工 過程中五六年中間 有沒有地震啊 有沒有什麼 那當然是不是因為我的施工造成影響呢 還是自然的災害所造成影響 其實這個有時候又很難清那個 那我在想 第一個 我還是會要求我們施工廠商 過程中 如果有簡單的 這個所謂的損零 不是說很大的危險 很簡單的一些狀況 我一定會要求我們的廠商朋友 用所謂蹲進木林去幫各位做 這一定沒有問題 這一定要 這個不用說 如果是簡單的 還是需要我們協助 剛才有講的 我會請我們的廠商朋友 切切實實去幫我們做 那這個狀況 消息 拜託一定要跟我們公務所講 贏了我們的公務所 我們公務所其實就在松德大樓 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交通警察大樓裡面 所以 其實也不遠 如果附近的 大家再走一下 好不好 簡單上我大概做這樣的一個答覆了 好 那如果說 今天剛才這個就是這個 呃 呃 花眼的 那剛才我看有一個人舉手 是不是 那個 那個 麥公拿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 今天好不好 呃現在幾點 九點半 九點半喔 不好意思 我在開放三個 不在登記名額內的 好不好 那有問題 隨時 我們不是說三個就沒有了 有問題隨時跟我們公務所 跟我們廠商朋友講 好不好 我開放三個 現場的沒有登記 來請下 是這樣子 如果是說 現在南側一個出入口 對 南側出入口在共構裡面 對 假設共構失敗 南側這個風沒有出入口 那北側兩個 他的人流量 可以應付嗎 我可以了解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先答回答好不好 其實 我們希望說 南側也能夠成立 南側也能夠 真的期待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會講說 這個路了兩邊 你這上多少出入口 那坦白講 我們期待的 南側的連開能夠成立 然後未來 在南側有一個 我們剛才那個設施 V2O的相關設施 能夠有 像我們南側的 這個我們相信 可以很容易進到 我們的車站暫停 但這是我期待的 坦白講 這是我期待的 零四站 就是因為連開搞不成 所以整個會掉 那我希望南側 切切實實 我是希望 不然 你剛才講的 假設 假設南側 南側連開 這個所謂的 不成立的話 那 這個當地 這個站 所需要的 進出的設施 我們會再對這補足 但是這是 我不想看到的 坦白講 這我不想看到的 那我也期待 我們南側的朋友 剛剛有提到講 這一塊還有待 捷運機 跟相關單位 是不是再繼續 談下去 讓這個南側的連開 能夠成立 那對我們南側的 我們的設施 朋友 在進出的時候 更方便 來 剛才 這一位 好不好請講 松龍禮 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圖上面 有顯示的 這個紫色的 是不是出入口 這個出入口 是不是兩邊 還是只有單邊 兩邊 兩邊 那是否有機會 往前延伸一下 為什麼要延伸呢 這個延伸的話 對我松龍禮 對於松油禮 對於國業禮 對於做到外面 大家都有 很大的 幫忙 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點 是不是 我 上次我也提過一次 你是建議說 藍色出入口 能夠延伸到 類似跟他們 他們講的 就是我們這個學校的 那個 對對對 因為兩個學校 松油禮跟永樂高中 都很贊榮的 這個建議 我們幾個禮長 上次我們都 有談過嘛 這個點 是不是能夠 因為將會到 這個做到的那個 這些禮 你既然已經有到 這個 我看這個位置的話 已經超過那個 五十一項了嘛 目前這個位置 超過五十一項 應該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剛剛 我們那個出場所提的是 有兩面嗎 還是就一面 兩面 兩面都是有出入口 對 北側南側都有 那本來八十九項 到底是通風口 還是出入口 南側的是吧 南側現在是設計 一個出入口 跟通風口 一起 對 要有用到就對了 對 那這點我請幫忙 給我答悟一下 感謝 這稍等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的了解 其實我過程中 我也了解說 我們相信 希望說像那個 松山桑子 或者是永樂高中 靠到附近 那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連通道 做我們的暫提 連通道 這個相關的位置 那過程中 我的了解 是有去做研修 大概也有跟這個 我們的民立代表 或者是市長 做一個建議 那這一塊其實 我們也有去做初步的探討 那我的了解大概是這一塊 是有一些技術上的困難 我現在只能這樣講 那有沒有記憶 我再講 我還是把它記錄下來 說我們的鄉親朋友 還是希望 在這一塊能夠有一些考量 好不好 如果目前這個現狀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沒有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對 應該這樣講 我們初步從地面上看 大概是都沒有看到問題 如果從地下看 可能不一定是這個狀況 好不好 這個 來 這個 稍等一下 這位先生先提一下 不好意思 請問那個浮動式稻船 OK嗎 軌道 那個有設定嗎 浮動式稻船 沒有問題 確定 沒有 應該是講說 過程中 就是剛才這位小姐所講的 過程中大概是說 對 沒錯 對 所以陸陸細細 以前都沒有 其實我們的松山縣 我們本身蓋的新線 其實又有做到 新中線 都有都有 從新中線開始做 這個潛力有浮動式稻 有有有 怎麼樣有噪音 不小啊 當然會減少 謝謝 謝謝 不用謝謝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因為剛剛他們都沒講 不好意思 OK OK 最後一個好不好 來 請起來 剛才就是 剛才我們一講 本來是在林口街 跟林口街 跟福德街這邊 這個出入口 假如說 這個出入口不行的話 現在這個看起來 是在五十一巷子 五十一巷子 五十一巷子就是在 布邦銀行 海賊布邦這邊 這邊的話 土地取得也不會 沒有 不會有問題 然後在這邊的話 你們這個暫體的話 這邊可以開 麻煩你一下 照顧我們這邊的 兩個學校 就在五十一巷子 假如在林口街不行 那就 退而其次 就在這個五十一巷子這邊 那個地方 就是富邦銀行 那個前面 那個福利請財分問題 而且那個地方非常失蹤 好不好 而且也沒有剛才 這位先生 講的那個 什麼地下的問題啊 我想這個問題 還可以 這部分事實上 我們局裡也做過評估啦 就是說 在做一個連通道 大概會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個費用會 經費是一定增加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的連通道拉那麼長 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安全的問題 包括 人員疏散通風 那些事實上 都有一些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有時候會喜歡走地面上 而不是說 做一個通道下去 讓大家在下面走 那上面的空氣可能會比較好 我剛才講的那個意思就是在五十一巷口這邊 五十一巷口 好 就是從林口街過來這邊 五十一巷口 林口街到五十一巷口 那邊不是 那邊是一個橫渡線 就是我們一個轉側站的 轉側道 不是站 不應該講站 就是一個轉側 差到啦 對對對 那個是給 那個像電連車做 那個 換車道使用的 可是那個地方的話 就是 林口街這樣過來 大概是兩個 那邊不是 不是設一個車站 而是說 我下面地下車子 電連車要使用 那個林口街這邊有問題嗎 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差了兩百分 這個 這個 就是在五十一巷 那個林口街這邊差了兩百分 大概我跟你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站體器 站體器在比較東側 然後有一個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 轉換期 橫渡線 橫渡線的目的是說 我從台北過來 然後呢 我等一下要到台北 要經過橫渡線 進到這邊 然後再直飛到台北 從 然後呢 這個 我從這個 從這個 東邊來的一樣 我要轉到那邊 跑到那邊 那個叫做橫渡線 那你剛才提的那個課題 如果今天有兩百公尺 假設有那個 從我的站站 到你想要的位置 兩百公尺 中間 我要設 兩個通通口 為什麼 也規定 六十公尺 要有一個通通口 前下 我這個通通口出來 這兩個通通口出來 位置 我認為 都是重 都是有問題 不是說 你下面就幫我做兩百公尺的通道 因為這個有所謂的 沒有 沒有 這個應該有安全的問題 所以說 假設你做出來是一個通道 那這個通道 六十公尺 就有一個 地上突出不出來 那我在想 這個我們市民風格 來我家風格找個 為什麼我地上突出出來 這一定有意見的 那一定要設這個 不設這個 這個都不可能通過的 也不可能人在下面走的 所以剛才我在想 這是很多的課題 那這個 其實這個也很多意見 包括剛才講的 零四站還有鄉親朋友說 是不是繼續坐下去了 那其實我 我個人看我不好意思 這我們的零三站 我倒是非常希望 零三站的 北側 這個延西裡面 是東側有一個出入口 西側有一個出入口 南側 就是我們現在的 要這個聯海基 那個地方有一個出入口 我真的非常期待說 南側那個出入口 大家好好談一談 看什麼一個方式 讓它能夠成就 來到未來 這個三個出入口 可以讓我們鄉親 那其他範圍外的 其他範圍外的 可能我在想 就是說剛才講 要到學校那一塊 其實是有研究 我只能說我是有研究 但是還有很多狀況 所以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各位 你們兩位先生在這邊建立 但是我在想 我還是會記錄下來 那為什麼不能做的原因 我在想 我會在記錄裡面 把它寫得很清楚 當然 這樣能不能被你接受 我不知道 但是最少我會把好的理由講出來 錢是另外一個課題 既是又是另外一個課題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只能這樣跟得起 你把它寫得很清楚 其實在五十一角 好 我知道 你現在希望的位置在五十一角 相同 那我們車站機到那邊 我們會去做分析好不好 來 音樂上大概我真的 非常感謝今天鄉親 本來是我們預計到九點 那我們鄉親 其實確實 未來的施工 我們期待的非常能夠順利 有問題 跟我們的公務所 跟我們施工廠商講 那隨時也跟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南夢中的辦公室 是在水源大樓 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打電話 那我們希望真的很快 這個05站都做好啦 希望這個 往前延伸的 能夠也在這個 我們的起起時間裡面 去把它關公 好不好 是不是我們就謝謝各位 今天的書記好不好 謝謝謝謝謝謝